那你就要相信英国 持戒不施 多闻正法 多闻正法你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说大悲心 空性 但至少我知道 现在人家骂你了 你很痛 很恨 但是你要告诉自己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你还没正的空性 至少知道那是假的 今天晚上回去 你打开 刚好有小偷在你家 你还关起来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虽然你心里很不舍 他不知道透露多少东西 但是那是假的 站在菩萨道 请问能不能打电话给警察 不行的 所以我去美国我就觉得这个美国要修行有点难 家里都有一把枪 你要是没通知我 我就啪 我们华人不一样 敲错门 有缘 有缘 里面坐 喝杯茶 相见欢 所以这个观念差很多 所以如果老实讲要行菩萨道 还靠我们华人 那华人那种热忱 对不对 那种主动 那种愿意帮忙 就像我每次法会我都要去厨房 赞叹那些菩萨 厉害 煮饭 哇 他们这样累啊 热啊 对不对 但是他们欢喜 这个欢喜心是最难的 什么叫精进 就是做什么都欢喜 不会说这个欢喜 那个不欢喜 反正帮助别人都欢喜 这个叫精进 所以 第一个 大家要得到世间的快乐 要有这个世间的智慧 持戒 布施 第二个是佛教要追求的 也叫解脱的快乐 那解脱就是不要轮回生死 为什么会轮回生死 因为有烦恼 所以牲口亦造业 因为造业 所以轮回生死 所以阿罗汉了解这个道理 那烦恼是什么 贪嗔痴 贪嗔痴 慢于嫉妒等等 有了烦恼心 生口亦就会造业 像各位你现在 我喜欢那个 那个叫烦恼 我不喜欢那个 那个叫烦恼 喜欢的叫贪 不喜欢的叫撑 我比人家有钱 傲慢 这个就叫分别性 这个叫烦恼 所以各位少照镜子 多看佛经 我们出家人为了李光头 去除傲慢 为什么每天穿同样衣服 去除分别贪心 那当然这一点你要提醒你自己 佛陀说解脱谁也帮不了你 佛陀只是一个老师导师 解脱靠自己 佛陀如果可以帮你修 那问题就解决了 佛陀没办法 佛陀可以提供环境给你修 提供极乐世界 但是你要去那边修 在连环里面修 但是他没办法帮你断烦恼 断嫉妒 所以站在解脱道 他们知道心是生死轮回的痛苦 所以他们一心一意要消灭贪嗔痴 所以修不敬宽 消灭贪 修忍辱 消灭称 修因缘所生法 去观因缘 万法皆空 消灭 与此 念一下 勤修戒定会 勤修 熄灭贪嗔痴 站在解脱道 怎样持戒 所以各位有空去缅甸 泰国 斯里兰卡 特别在缅甸 泰国 他们有些持戒 持得很严 我们要非常尊敬 佛陀说 供养一位持戒比丘 五百戒人天福报 五百戒 因为他身上守戒的功德 所以 那站在 所以各位要简单的说 第二个解脱 就是 出离轮回的心 那各位就是要出离心 你要慢慢的降低自己的贪嗔痴 那你要想办法去对峙它 你喜欢的东西 看清楚它的不好 它的不好 不清净 不好 包括感情也一样 男女的感情到底是快乐还痛苦啊 又快乐又痛苦 所有的快乐都是痛苦的阴然而一样 这个快乐就像吸毒一样很苦 苦海无边 越陷越深 所以你要有出离心 出离心就是一种 佛教 如果站在大乘教 智慧 空性的智慧 了解无常的 了解无我的 空的 所以你要学习放下 有时候 你跟你儿子讲话 你看他不习惯你可能想要骂他 你要忍 阿弥陀佛 离开吧 然后等你好了再回来再跟他骂 再跟他讲 不然两个夫妻天天吵架 我有时候夫妻已经结婚五十年了 还在那边吵架 那我说干脆一个住寺庙好了 又不行 没得吵还无聊 因为意见不合 对不对 但是又分不开 那我说 那你就随便他 一个不吵 两个就不吵 对不对 随缘吧 你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反正改不了 改不了对方的啦 你只能改自己而已 没办法的 所以各位要慢慢的学习 放下 把你所爱的 看到他不清净的那一面 不好看的那一面 所以列一下 执着就痛苦 放下才快乐 佛教的快乐不是有欲望 没有欲望才快乐 没有执着 就像各位去花园走一走 什么都不要想 就看到那个树好美 花好美 空气 这个叫放下 注意力在那些花草树木 注意力在奥弥陀佛 所以老后上就要念佛吧 饭吃多一点 话少讲一点 念佛吧 所以各位要念习 至少把它转移到正面的去 不要一直在负面 负面的心态就痛苦 正面的心态就快乐 所以站在解脱道 我们大称就是各位要观修空性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各位要如实去做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依这个解脱的圆满的 了解真相的智慧 照见五蕴皆空 身体是假的 地水火风 心情 感情 感受 分别心 这个都是一个虚幻的组合 跟天上的云一样 各位每天都要 我从学佛出家到现在 二十几年没有一天不做这个 这我师父要求的叫 心经常观 每天都要 背都会背了 但是你要 这个常观不是拿来分析 看读书一样 是你分析的道理要回光返照 要能够对峙你的身心才可以 简单的说 什么叫禅修 就是把你懂的佛法 跟你的心拉在一起 这个叫禅修 保持正念 你不能佛法归佛法 心归心 生命归生命 那不行 两个要拉在一起 就像欧摩尼变 念念变成观音菩萨 对不对 身是观世音菩萨 嘴巴是观音菩萨 心是大背景 哇 这个就 身口意变成观音菩萨了 而且做到 不但是自己变观音菩萨 所有佛像都变观音菩萨 章狼蚂蚂蚁鬼道都变观音菩萨 心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在密秤里面要修这种 要升起次第 就是你要无分别的 去对待一切 然后这样来超越这种相对的东西 相对的就是痛不痛 有没有 我希望健康 我怕生病 你每天要运动 运动 运动为什么 我怕得癌症 那是得癌症 生病那是必然的 运动可以 我能够多活几天 多累积一些善业 但死亡是必然的 各位要练习习惯 什么叫佛教徒 刚不怕大师讲的 所谓佛教徒 就是可以随时接受死亡变化 这个叫佛教徒 这句话很重要 归法 法就是无常 规法 离遇尊不会有执着呢 佛教徒就是接受变化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万法都是变化无常 万法都是因缘和合 无自信 就像房子 就像身体 就像爱情 所以各位 你将来会不会离开你所爱的人 会不会 一定的 百分之一百的 死亡是必然的 分开是必然的 但是你不能说我还没准备好 那就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如果你不去思维这个问题 等你发生那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受不了 你会崩溃 那崩溃反而会伤害 你下辈子的轮回会更苦 你要认为说我准备好了 我时时刻刻可以往生净土 因为准备好了 这是一种厌离心很重要 所以念下来 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用等到死了 现在就可以了 你相信阿弥陀佛 你有发愿 你平常都有在念佛 你已经在极乐世界 有没有百分之一百会往生 百分之一百 只要你心在极乐 千万不要心在世界 心在儿子 你只要努力修行回向给他 他就会好 你一直担心 一直操心 一直放不下 他也不好 这一点各位你要告诉你自己 所以修行像一个勇敢的军人 修行要有一点苦行 要征服自己的妄心 你知道吗 你要时时刻刻把这个 不正确的念头 执着 分别 要把它打死 你要不能有这个想法 不能有这个想法 而且你要接受 你很爱一个男人 很爱一个女人 你可以接受他离开你 你可以接受他有外遇 你可以接受他怎么 那你才会平静知道吧 捏一下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涅槃极净 就是说你要达到最后的涅槃极净 这么平静 那你要接受无常无我苦 这一点你看清楚了 你接受了你才会平静 所以各位都观修死亡 躺在棺材这样观想 所以有人还去买个棺材来睡觉 试试看 我还有一位师兄弟 每天晚上都盖网生被睡觉 然后如果有人网生 先跟你结缘他再去请一件 这一件我盖很久了 还没死你先死 对不对 布施给他 他再买一件新的再来盖 结果盖了半天 他都还没死 已经死了多少个了 那这个对他很好啊 这是一个接受死亡 接受死亡 睡觉就是要死了 睡觉就是要过去了 所以各位每天晚上睡觉 你要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来接我 然后走了 化为一个空性 进入阿弥陀佛的心 这样就好了 早上阿弥陀佛又给你叫醒了 要继续做好事 晚上又死了 这个世间是暂时的 关系也是暂时的 夫妻关系 子女关系 地位 身体 都是暂时的 因为暂时的 所以什么时候会变化 随缘 随缘 接受 好不好 要准备好啊 准备好 这个叫 佛教徒啊 接受无常 体悟无常 那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你要天天想 我怎么死的 我怎么分开的 从有到没有 我怎么得癌症的 对不对 像我已经训练好几次了 坐车我就装 啪响 这下怎么死的 要准备好 脸要好看一点 对不对 那是啪响 没死 哇 半条命 要准备好 因为一切你都要准备好 这没什么 别人笑你 哎哟 海涛法师天天放生 死死还会被撞死 没关系 消夜 别人笑你 你不能说不行啊不行 我怕别人笑我 这没关系啊 反正没有手没有脚还有嘴巴 没有嘴巴还有脑筋啊 念头保持好 那这些你都想过了 想过了你就不会怕了 像我这一辈子啊 我没有谈过恋爱 骗人 我交了很多女朋友 但没谈恋爱 因为我不是同性恋 所以我一定要交女朋友 我甚至结婚 但是我没有谈恋爱 为什么